很感谢向多的官方人员给予我们这么大的帮助 我发誓一定要在向斗建成世界第一大代工厂 未来这个代工厂将为世界各国生产芯片 手机电脑等诸多高科技产品也会为神后果 最少提供一百万个工作岗位 十三恐怕这个世界第一工厂你是干不成了 只见商银大不留心地走了过来 身旁跟着商力脸上带着一丝玩味 商银你怎么在这里 十三似乎有些慌乱赶紧对旁边的官方人员道 有人捣乱快把他们赶出去 商银直接拿出一张支票来霸气道 我们不是来捣乱的我们也是来投资的 十三投资多少钱我们双倍投资 所有违约金我们照单全赔 世界第一工厂的项目我商银吃定了 商银你贵为元老阁之主 带人出国来抢生意算什么 你这是一本商人 我们已经签完合同 交完钱了 你不能抢走已经属于我们的东西 什么叫抢 这叫有能者得知 我们出双倍价格 你们可以出三倍吗 你们有那个钱吗 嘿 拿不出来吧 你 后老爷子 别冲动 乔哈里的那家人工智能公司 也是你抢走的吧 没错 是我抢走的 我就是要断了你的后路 断了你们这个 什么狗屁红盟会的所有退路 不是要跟我们元老阁玩吗 行啊 那我就跟你们玩到底 会长 怎么办 我们要加钱吗 不能加钱了 再加钱 咱们哪还有资本打下个月的商战 罢了罢了 终究是实力不如人 这个哑巴亏 咱们红盟会吃了 商银主 山水有相逢 来日皆可期 希望你不要后悔 红盟会的人 走 他狼狈得好像一条狗啊 哈哈哈哈 夹着尾巴逃跑了 还想跟我们元老阁斗 我呸 十三王府 何超林一脸兴奋地回报道 元老阁那帮蠢货彻底上套了 每个人都投入了一千亿的资金 现在这笔钱已经打到了神后国那边去了 这次人工智能和工厂的违约金 我们都赚了两千亿 没有比这更好赚的钱了 钱只要打到神后国去了 甭管在谁账户上 就等于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 我们就等着元老阁的人哭吧 老板 还有差不多一周的准备时间 这段时间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稳字为主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 都给我以安稳为主 一切事情 都等到对元老阁的大战过去之后再说 吹 伤王府 伤力这两天 一直沉浸在抢了十三项目的巨大兴奋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 助理忧心忡忡的过来会报道 老板 不好了 乔哈里那边失联了 乔哈里是公司总裁 是不是在盲项目啊 其他人我也尝试联系过 全部都联系不上 别急 我打电话联系向都官方人员 让他们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伤力把情况跟向都官方人员说明白后 不久后 向都官方人员就回电话过来 向都没有您说的那个什么人工智能公司 我们去你说的那个地质调查了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连桌椅板凳都被涟漪搬空了 怎么可能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 这是十三设下的陷阱 伤力也不敢拖大 立刻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伤力 爷爷 这两笔生意该不会是十三设下的陷阱吧 应该是个巧合 毕竟向都的官方人员造不了价 还有咱们亲自去神侯国考察的情况 那些是绝对造不了价的 对 应该是个巧合 可恶 我居然帮十三挡了一截 算了 就当吃亏是福吧 只要咱们保得住世界第一工厂的项目 这个小破项目没了就没了吧 对 只要这个项目做起来了 未来 全世界的高端科技产品都要从咱们的工厂里制造 爷爷 工厂那边的项目流程走到哪一步了 前几天开始征地了 情况好的话 这两天应该就能搞定才对 就在这时 上一个忠实走狗逍遥王叶衡 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阁主 世界第一工厂的项目那边除了点情况 征地现在推进不下去了 走完全部征地流程 最少要走56个月 什么 项兜官方怎么说 他们不是全力支持我们建厂吗 让他们出面帮忙调解啊 项兜官方说了 想要流程走快点 就得多出钱 除此之外 他们也没办法 毕竟他们那土地是私有制的 那要多赔多少钱呀 这 估计得花3000亿吧 杀 什么 这个价格 可是跟调研预估的价格 相差了近20倍 就光是整个地就要花这么多钱 那我他妈还去神侯国干嘛 我在大厦搞不好吗 阁主 开工没有回头见 既然都已经签了合同了 咱们也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了 行行行 多花点钱 就当买效率了 到时候给老子从工价上使劲压榨回来 是 我这就去办 不久后 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阁主 大事不好了 发生什么事了 工人为了报复厂礼强迫加班 把厂子给裁掉卖了 而且参与这次行动的工人中毒 我们也没办法起诉 巷头官方人员建议我们 重新购入设备 再聘请工人建厂 神侯国的工人怎么能这样 不就是让他们加班吗 又不是要他们的命 桑格主 要不咱们还是跑路吧 我看神侯国那边就四个无底洞 你偷多少钱进去 都天不满 我明天去找项都的官方人员商量一下 撤资的事儿吧 一日 商银将自己想撤资的事儿 跟项都的官方人员说了一下 让他没想到的是 项都官方人员当即就变联了 商银主 你的企业因为违反神侯国的税法 需要补缴5000亿的罚款 现在我们已经将您在神侯国的银行账户给冻结了 什么时候罚款补缴完毕 什么时候我们解冻账户 都市 我们什么时候违反税法了 我们厂子还没建起来呢 凭什么冻结我们的银行账户 项都的官方人员笑眯眯的拿着一打文件 摆在商银面前 你们违反的是我们今天刚颁布的税法 这里是税法说明 商隔主 神侯国不是你们大下 你们得按我们的规矩来办事 懂吗 此时的商银已经完全明白了 这绝币是十三给自己下的套 十三啊 你真是好算计 回到商王府 一众元老阁成员上门心事问罪 商隔主 世界第一工厂的项目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要求真相 我偷了一枪五百亿 这笔间到底怎么算 商隔主 是你带着我们几个去神侯国的 这件事你必须负责 都闭嘴 不要忘了 我爷爷还是元老阁格主 还是基金会的大下代言人 真不想在大下混了 那大家就翻脸 我们商家想弄死你们 轻而易举 信不信 各位 这次去神侯国搞工厂项目 的确是我这个做老大哥的没有事先调查好 责任 全部在我 这次 所有人的损失 我一并承担 爷爷 作声一本 就是有亏有赚 要是这次赚了 他们会把赚的钱分给咱们吗 利安 不必多言 这让 大家先回去准备跟鸿蒙会的商战 等商战过后 打赢了十三 你们想要钱也好 想要十三的产业配额也罢 咱都好说好商量 行吧 这个时候 逍遥王叶恒站了出来 开口道 各位 这次损失最大的就是咱们商戈主了 连续几次的亏损 商家几百年的急需都快亏没了 这个时候 咱们就是亡死了逼他 他也拿不出钱来啊 我相信 咱们的老大哥 咱们的商戈主 一定会考虑这次大家的损失 多分配一些优质产业的股份和配额给咱们的 经过叶恒的劝说 这些商营的心腹们 这才不情不愿地回去了 这群人一走 商营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爷爷 您还真打算把损失一并扛下来啊 凭什么呀 都是面上的话 我要不说 他们能乖乖地出钱 抽力 全身心地帮咱打商战吗 利安 传我命令下去 让元老哥所有成员 拿出能拿的所有积蓄 准备接下来的商战 另外 同志基金会的人 以及洛菲勒家族的人 开始对国际原油进行调控 从后天开始 我要国际原油连续暴涨一个月 各位 后天就是咱们鸿蒙会跟元老哥的大决战了 这只是一个开始 赢了元老哥之后 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要直指基金会 我要让大夏币 取代罢国币 成为世界金融的锚定货币 让我们大夏人全都过上富裕的日子 会长 我们港商能凑出八千以来 支援此次的商战 好 感谢霍大哥 感谢包船王 感谢港商们的鼎力支持 三定 大哥这边呢 比较穷 能拿出的钱比较少 你别嫌弃啊 我们铺商一共能凑出五千亿支援这次商战 大哥言重了 感谢铺商们的鼎力支持 我们银行系能提供四千亿的无息贷款支持 江海系商人能凑两千亿出来 希望会长别嫌弃 安商商会愿意提供四千二百亿的资金 用于商战 无论输赢 我们都跟到底 经统计 目前各方能援助我们鸿蒙会的上战资金总额为三万四千五百亿 墨远系能拿出多少钱 按照全部资产都抵押出去进行计算 随着十三话落下 墨远系各大公司的负责人全都站了起来 熊一飞首先开口道 墨飞教培全部抵押出去 大概能拿出一千亿 汉堡黄开的时间比较短 只能拿出来八百亿 墨远网吧只能拿出六百亿 不过给我时间 把那些电脑都做好估值的话 拿出一千亿没问题 墨远娱乐能拿出一千五百亿 我四人能拿出二百亿 红星安保集团之前 找专业团队估值过 说是能价值两千亿 反正甭管能不能值这个钱 我跟兄弟们一定往这个数凑 红星连锁超市这两年发展得很好 加上我四人存的钱 拿出三千亿不成问题 紧接着 红星房地产 红星石油 墨迅集团 阿里电商等负责人 纷纷爆出了自己能拿出的最高资金数 我手里的墨远资本股份 三丧股份 樱花国六大财阀股份 全部抵押出去 能抵三万亿 和秘书 这些一共是多少钱 墨远系一共能拿出四万八千亿 大夏国2003年的GD才多少 一共才不到二十万亿 十三一个人能拿出来的钱 就快能占大夏国当年总基地的五分之一了 这边开完会 凑完钱之后 十三也不忘了找从天堂岛就出来的那十名大佬找援助 卢锡安 南西帝国皇室 日落帝国首富等人加起来 一共能赞助十三一万亿 当然 这十个人之中 十三最重视的是阿卜杜皇子 尊敬的白龙王先生 骆驼国 以及沙漠地区的周边国家 愿意倾尽全力拿出石油资源帮您打上枕 不过 我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国际原油价格没有如您所言 会疯狂下跌 我恐怕沙漠地区的周边国家会立刻反水作舵 这不是我能控制的了的 你放心 有我在 国际原油期货一定会做空成功 尊敬的白龙王大人 我还有一个条件 希望您能答应 说 您也知道 我有五千多个兄弟姐妹 想要出头 并不容易 所以 我希望无论这次商战成功与否 您都得帮我上位 没问题 挂断阿卜杜的电话之后 十三找来了鸿蒙实验室的负责人林坚 林教授 我让您研发的那项技术 您准备的如何了 五个月之前就实验成功了 现在已经在红星石油集团广泛应用了 并且我们也跟各国的原油类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 秘密进行开发许久了 就差消息公布出去了 干得好 林教授 这次商战如果能成功 我记你一大功 所有能联系 能联系的人都联系完了之后 一位意外的客人 来到了十三的王府 三爷 你怎么来了 怎么 没事就不能来你老人家的王府串门玩完了 嘖嘖嘖 这王府可真够霸气的 很多古代的皇帝都住不到这么大的房子吧 刚刚我看你后院那边还养了很多奇珍异首 要不要我从骆驼国那边运几头宠物虎和宠物师过来 别了 我家就养了点流浪猫和流浪狗 养不了那么大的猫科动物 咱有事还是直说吧 毕竟这么晚了 我这两天又有重要的事要做 没精力接待你老人家 精力都花你漂亮老婆身上了吧 年轻人 四字头上一把刀 就算老婆再漂亮 也要注意节制 旁边的先锋盗补的老人 立刻拿出一张支票 递给了十三 拿着吧 就两千亿 小本生意 拿不出太多钱 别嫌弃哈 十三看着眼前的支票 一瞬间愣着 他太知道这两千亿代表着什么了 钱虽然对于这场商战也不算很多 但这代表着江鹏月这个曾经的情报之王 已经完全撇弃了中立的身份 加入了这场大混战 并且完全支持鸿蒙会这一方 对于十三而言 能得到江鹏月的权力支持 无异于打了一记强心针 谢谢 别谢我 我这算是投资 你们多空大战 总有一方能赚大钱 我可指望你把这两千亿给我变成四千亿呢 当然了 后续你有需要情报的地方 可以尽管来找我 为了我的钱着想 我肯定会帮你到底的 行了 不打扰你在你漂亮老婆身上浪费精力了 我先回去了 江鹏月给十三留了一个潇散的背影 灰一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三言 您之前不是说过 我们只当情报贩子 绝对不公开支持任何人 也绝对不站队的吗 怎么今天您 难不成 自家小姐看上十三那小子了 三爷也不像是恋爱脑的人了 老楚 有关十三的信息和情报 你都看过吧 都看过 这小子 很邪门 那你应该知道十三白龙王的身份吧 当然知道了 这小子刚出道用来骗人的 没想到那么多大佬都被他骗得团团转 白龙王的身份是假 但你有没有想过 十三能预知未来的能力会不会是真的呢 不 不会吧 从国际涅矿石期货开始 十三所经历的每一次商战 都好像是能精准预知到未来什么情况一样 我经过多方面的分析 总结出了一点 要么 十三是真的白龙转世 能知道过去未来 要么 他有我们不知道的渠道和能力 获取来自未来的信息 一个能预测未来的人 加上又那么聪明 迟早能成为这个世界的王 我这波啊 是提前压宝 只要十三这条大鱼越了龙门 那我们也将跟着鸡犬升天 那个时候 孩子们又算什么 世界情报生意 都将被我们垄断 看着情绪几乎陷入癫狂的江鹏月 楚阳的大脑一片空白 世界观都要崩坏了 他没有想到 十三在江鹏月心目中的地位 居然如此之高 便是基金会的十二主神 也不能让三爷如此看重吧 另外一遍 袁老阁 明天就是跟鸿蒙会 那群小王八蛋决战的日子了 咱们袁老阁的实力 有多么的雄厚 就不用我多提了吧 这场商战 我就一个要求 一天之内锁定胜局 三天之内拿下胜利 最多五天 让十三和他的鸿蒙会 彻底在大下成为历史 叶恒顺着商赢的话 继续说道 首先说明一下 咱们袁老阁的资金状况吧 袁老阁预备成员 一共筹款拔钱亿 袁老阁正式成员 一共筹款两万四千亿 袁老阁高贵 一共筹款五万八千亿 另外 我们四大天王 每家出资一万亿 再加上袁老阁盟友的援助 这一次 我们的商战资金 将超过十万亿 这个数字 远远超过鸿蒙会 所能筹集的资金 同时 石油霸主 洛飞乐家族 也答应全力支持我们袁老阁 所以 无论是资金 银卖 还是原油期货 我们的优势都是碾压几点 石三和他的鸿蒙会 没有半分胜算 哦 此言一出 满堂哗然 十万亿的商战资金 堪比打了一场 世界大战的资金量啊 我们还有 洛飞乐家族的鼎力支持 已经是立于不败之地了 哈哈 我仿佛已经看到 鸿蒙会那群 渣渣上天台的样子 石三 既然你公然挑衅袁老阁 那就等着我们的狂暴一击吧